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缘以为此生无缘只剩下思念 缘以为此生无缘只剩下思念 时光转岁月流年谁可曾甘愿 风云变长啸浪烟怒战风天 心若成空 学你心恒 生死和欢我踏破时空 只为与你相见 天下为谁和 今生却为谁错过 家伯关梦 远的火 心若成空 学你心恒 生死和欢我踏破时空 只为与你相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算是叶紫云 萧宁儿也不能说 不然 说不定会给他们带来麻烦 行员 来来来去界里 你也离 你也去了太久了吧 发现什么了吗 有一些发现 不过和光药之石无关 我们还是继续寻找 光药之石吧 好 快走吧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说不定能碰上 什么稀有的妖兽呢 真的 卫南 你融合妖灵 查探一下附近 有没有类似 这种古碑的地方 但是要注意安全 不要停留太久 交给我吧 你融合的这只神型妖灵风灵兽 体型小 移动速度极快 一般妖兽可都追不上你 迅疾如风 我们也走吧 聂力似乎 对石碑上的发现十分在意 却不愿意告诉我们 会是什么呢 怎么样 什么都没找到 而且刚才那块石碑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不见了 我都差点迷路了 不要紧 没有发现 至少说明周围是安全的 聂灵 真给你猜中了 前面真的是村落 以防万一 我还是先过去看看吧 你一个人过去恐怕不安全吧 让我去吧 我比较 快 快 刚才那些在夜空中飞行的光点 原来是这些雷鸟 好 这里竟然有这么大规模的聚居地 山里还有光点 应该不止一个村 这样看来 少说得有数万人 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 敢偷懒 简直是找死 这是乌兰帝国时代的语言 他们挖掘的是赤血之精的原石 虽然几百斤的原石 才能提炼出一小块赤血之精 但也是极其可观的 没想到这里 竟然有一个赤血之精的矿脏 这可就有意思了 过去看看 是杀气 你是什么人 这不是妖人 而是天生的翅膀 尊敬的阁下 我只是一个过路的旅人 无意间闯入了这里 有所冒犯还请谅解 竟然是消失在 黑暗时期的盈翼世家 传说 盈翼一族的第一代家主 将盈翼雷鸟的羽翼 植入到了自己的身体里 产生了血统的传承 而盈翼也成了高贵血统的象征 这个女孩来历不小 至少是黄金五星的修为 你究竟是谁 从何而来 海量资讯 独家花絮 大家多多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